新型冠状病毒是肯定的有人穿人的现象 确诊病例是达到了24,426例 增加了3,892例 哎呀 没法 疫情发生后 各地持续抽掉医疗力量 筹集医疗生红星协力 共度难关 作为湖北家门口的企业 我们不带头 还有谁去奉献呢 那时候是386人 后来基本都抢不忘了参加群姐不休假 从我家那边到这边的话20公里 走了5个多小时 可以说是流着泪 走完这一段路 我们住在厂里 外面的车不能进来 我们也不能出去 其实没有吃年夜饭之前 我们就已经接到了通知 放员工回家吃一个年夜饭 立马就要赶回来上班 吃完年夜饭 我老公的话不送 只有两个孩子的话 抱着腿不让走 作为这个车间的班长 我有责任和义务 跟大家站在一起 无论多危险我都要来 哪怕是走路我也会到的 不会缺席 我一般的退休了嘛 总部就给我打电话 说这边疫情发生了 差检验工作的人员 当时接到这个还是有点害怕 家里们也不支持 心里在这样想 吃完几里进化车间 你们那么多人都是辛辛苦苦的工作 已经培养了我一会 我也应该凌充在前面 折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折叠的尺寸 然后这个铁条看铁底老不老合 从开始的明天出三五间 到后来的明天可以吹完多了 为了节省一分钟 他们都喝一勺喝水 包括我自己 多换一个口罩 多上医生厕所 那就等个时间了 医院里那么多医生公司 都分得在医院 我们在后方治愿一下也值了 这个时候既要保证成量 也要保证成量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就是我们这次在 疫情中间的一个写照 我叫廖重远 今年已经进入传言文件第十年了 在疫情期间的话 我主要是负责防御服的 最后一道工序灭菌 灭菌对工艺要求非常严格 防御服在前面的一个车间 完成包装之后 到了灭菌车间 我们会对防御服进行一个整理 这是我们这个 还原以完灭菌的一个区域 在灭菌柜里面 进行一个还原以完的灭菌和消杀 出来之后到解析房 再进行一个48小时解析 完成之后就可以出来入库了 接到这个疫情生产任务的前两天 分解石发了一次 一阵一阵的疼痛 能忍受还能忍受一下 但这个防护服的生产 不够耽误了 前线的医护人员 可能就有一个人 防护或者生命得不到保障 我们在十天内将产量 从2000件提到了5万件 最后听到武汉的枪鼠 被我们的防护服塞满了 那可是感到非常自豪的 我自豪的是看到就是说在很多场合 比如说在医院 雷神山火神山 看到有我们的症状们 在保护我们的医务人员被受感染 特别是援助武汉的 四万二千多名的援助医疗队 没有一个人感染 我自己以及我们稳健大部分员工 都是湖北人 为家乡 为祖国尽一切力量生产 是我们在战斗中的责任和使命 很感谢我们有这么一批伟大的人 有这么一支战斗的团队 我们在深圳也开不了第二战场 稳健的精神要继续延续下去 现在国内的舆情已经稳定了 作为一个民族品牌 我们更应该为国际市场的抗议 做出努力 为实现大国品牌 实现习举心 倡导的人民运营公共体 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应该为世界 集团更多的包围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